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野 今天要讲一個很悲伤的故事 就是我的繩子手 它断了 不小心掉到地上就這樣GG了 雖然只有一點點還是可以用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 神斯丝鎗的價值真是不便宜 還是想再買一隻 但後來看了很多嵌斯文 再加上 我在做模型 基本上我都會打磨跟喪氣 所以就想說 應該來買一個平價的血口錢就好 於是我就收集了這一對 這些大部份都是藉由台幣600左右的 單刃血口錢 而且都是台灣製造的喔 所以今天就來PK一下 單刃血口錢吧 那為了比較 所以這次準備全部都是全新的 那第一個呢是這額 應該我不用再多說了 就是全台灣應該最有名的M.A.D 這個應該不用再多做介紹 再來是虎爪2.5 我相信這個也有一批的那個支持者 再來是 G.TEMPO 這也是蠻多人使用的 再來是史派克工廠 醬汁刃 最後一個是萬榮國際的 單刃血口鞋 它的價格非常之便宜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 那因為是全新的 所以我們就先來做個開箱 畢竟這些平台其實有些我都沒有用過 來比較一下這些產品的差異 再來當然就是進到重點 就是直接來剪看看 看哪一個剪出來是最平整 又不會白滑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好的 那我們剛剛把所有的定數針都拔掉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M.A.D的部分 那M.A.D這裡資訊提供還蠻明確的 它這裡直接告訴我們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刀刃的硬度 那它是在HRC-58以上 這裡 看起來是還不錯喔 而且甚至它有提醒你 要這樣剪 不能用刀刃的前面 要用中間剪 那也不可以去扭動 這很容易會讓那個 你的刀刃直接斷掉 再來是這樣 那是台灣製造 我們把它看看 好 這不錯喔 它還送一個了 送一個這個 保護塔 那除了保護套以外 它上面這裡也有一個 喔 那還不錯耶 兩層的保護 很好 這樣子 好 那我先把它放在旁邊 再來第二個是 虎爪2.5 那它的硬度呢 我看一下 這裡 它有分刀刃跟那個 一般的地方的硬度 那一般地方是HRC 是45到50 那刀刃部分是45 54到65 這Range還蠻大的 還蠻特別的 所以 54就比MAD低啊 如果是65的話就比MAD高 嗯 這個 好 反正它有一個Range就對了 把它打開看 那它的話就是單純 開出來就是 直接就是一支 沒有保護套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比看看 還有沒有 其他上的差異 再來是G Temple 那G Temple其實蠻好玩的喔 你看喔 它這裡寫 Japan 然後這裡呢 還一大堆都是日文字 這裡也都是日文字 最後注意看 這裡是寫MAD in Taiwan 所以它其實是台灣製造的喔 那這裡還有一個MAD 我們把它打開一看 那這一支呢 它一樣 有一個透明保護套 啊對 忘了看一下它的硬度 這一支的硬度呢 應該這裡也有寫 它是寫 雖然是日文 但是也有英文 那全體的話是HRC45到54 跟剛剛那個虎爪2.5是一樣的 那刃部的部分也是54到65 也是跟虎爪2.5 是一樣的 好 當然是這樣 所以這兩支 看數據上來說是一樣的 那再來是 醬之刃 喔 是萊克工廠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這個硬度 在這裡 嗯 它的硬度是介於大概 喔這蠻高的耶 62正負2耶 在刀刃的部分 看了一句 喔所以這個 看數據來說 這一支的硬度是最高的喔 這麼厲害 好 來 打開來看看 好 它一樣有送一個保護套 不過它是另外放在旁邊的 好 再這樣子 再來是這個 萬榮鍋記 這個有點比較麻煩是 它沒有寫任何的資訊 它沒有寫 然後上網找也找不到它的硬度到底是多少 但是它價格真的很便宜 所以就 我們就不考慮這個 那它一樣有 多送一個這個是 硬的保護套吧 好 再把它拉下來 看一下 這是這樣 它的保護套蠻特別的 好 這是這樣 所以呢 基本上它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每一支的差異好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回饋桿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回饋桿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 我覺得這個回饋 以胡爪來說的話 是比MAD還在弱一點 最弱的我大概覺得是這一支 你看 這支 很特別 不知道是 我買的是瑕疵品嗎 還是它故意是這樣子的 它是會卡住的 很特別 G-TEMPO的 那這一支其實也有點像 它也會這樣 就是 在設計上來說 醬汁刃它也是 會先夾住的 那你必須要推一下 才會打開 好 這也是很特別的 那這個萬榮國際的 喔 它回饋桿滿深的喔 我來比較一下 喔 所以我覺得 如果喜歡很緊的話 反而是這個萬榮國際的 這個回饋感滿重的喔 就是它的彈簧是比較有力的 嗯 對對對 對 我覺得這個呢 如果喜歡高回饋的話 這個也許是你 你會比較適合的 那MAD來說的話 其實也滿不錯的 它是比較柔軟的 這個會有點緊緊的 就是有關回饋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實際剪看看吧 好 那我們先用這個 繩之手 先來剪一下吧 繩之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它剪的感覺非常好的 那我這隻繩之手呢 大概已經 用了應該有 MG做了五支吧 HG應該有八支以上 大概是這樣 已經用非常久了 可惜它前面這裡斷了 好 我還是要把它剪一下 好 看到 這斷面真的是超級漂亮 這就是繩之手的魅力 夠平整 然後又不會有任何白話 這是超好的 好 這是繩之手 貴還是有貴 它貴的理由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MAD的部分 那MAD其實 走 撿起來手感應該還不差 是很多人手 手腕銀的 OK 大概是這樣 它其實蠻平整的 那邊邊會有稍微一點點的 夾擠的那種感覺而已 那實際上感覺 還不錯喔 其實很平整 一點點的白話 這感覺還蠻好的 手感來說 不錯 好 再來是弧爪 弧爪我之前就沒有用過 再來試看看 OK 五爪大概是這樣 我稍微白話的部分多了一點點 那整體的片面的話 其實也蠻平整的 也算還可以 喔 一點點的白色 那再來就是 G-TEMPO的部分 它握的這個手把呢 握的手把這個 還不錯 好 那 來剪看看 OK G-TEMPO剪的話 它的那個 白話更多了一點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 更多了一點點 有點感覺 最後有點那種夾擠的感覺 再來看一下 醬之刃的 Spike工廠 我們來試看看 Vision G-TEMPO到了 C-TE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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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史派科工廠的感覺也還可以 這個工廠的 醬之刃的是這樣 也蠻平整的 那它也會有一點點的白化 一點點可以 喔 還不錯喔 那再來就是 萬榮國際 其實這支大家都說它是貼牌的 可是我覺得跟其它操作起來 感覺還是有點差啦 像這個 它的彈簧 畢竟還是比較近一點 它的那個角度比較 比較斜一點 所以你要再放筆一點 還是這樣 也還不錯耶 其實蠻平整的 甚至白話也有點少 這算是蠻讓人驚豔的 有點意外 好 那我們拿起來比較一下 看一下 繩子走的絕對沒話說啦 那其實 MANWALK的跟醬汁忍的 還有 萬榮的其實都不錯耶 虎爪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白啊 但是其實它還蠻平整的 那最慘的應該是G-TEMPO 還是我操作不好 G-TEMPO怎麼會這麼慘 其實那其他支都還不錯耶 感覺都還可以啦 這一點點白 然後萬榮這個 讓我一點意外 它居然表現得還可以耶 這貼面大家自己評斷 那整體而言 操作的手感呢 我覺得都還不錯啦 除了這個 我比較不喜歡這種 回饋感太低的 又有可能會黏住的這種 我覺得它回饋感沒那麼好 那其他的我覺得 萬榮的讓我一點意外 它的回饋感超好的 這個真的是很舒服 那 那 Mandwalker 或者是 胡抓 其實都還不錯 就是整體操作起來的感覺 也還可以 那這樣真的也還可以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圖 那其實呢 我個人私心呢 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Mandwalker 還有這個 萬榮國際 其實有點讓超乎我預期啦 這兩支是我比較喜歡的 那整體而言 其實差異真的沒有太大 因為畢竟它是屬於比較平價型的這個 單任寫口纖嘛 那你要跟這種 很貴的 繩子手筆 真的還是差太多了 那這個完全是看個人喜好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Mandwalker 跟這個 萬榮國際 超乎我的預期 那 你喜歡哪一支呢 請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今天測試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跟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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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